嗨,大家好,我是Nake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美食频道 今天来到的新宿站 带你们去吃一家土锅咖喱汤 听我日本同事说挺好吃的 所以想试一下 从新宿东口出去 这家店在地下美食街 新宿Sabonato 一丁目这里 今天介绍这一家 Donabe Kari Bontan 这家店2022年10月份开的 属于新店日本自由者一家 这里 微信、支付宝、银联卡都不能使用 店内很小 只有8个座位 装修看上去非常简单 而且外面还没有人排队 对味道有点刺激 如果味道好的话 早就大排长龙了 今天一个人坐两个人的座位 下面放包的篮子太小了 还是放在座位上吧 这家店桌子上面 见了一个调味料都没有 比较猖狂啊 这家店主要经营的是 咖喱汤套餐 附带蔬菜色拉 加100日币附带甜点 要注意 套餐不带主食的 米饭和饭团 要另外买的 这个操作有点不实惠 种类呢 就是这些 汉堡肉 炸鸡块 鸡腿 还有一些蔬菜类的 价格有点小贵 如果觉得食材不够 你还可以单加 都是鱼 豆腐 鸡肉之类的 价格也是有点贵 我点的是鸡腿咖喱汤 这里还有海鲜 猪肉 蔬菜类咖喱汤啊 咖喱汤的辣度可以自己选择 1-4号是免费的 5-9号需要花费不同的价格 辣味程度也是不同的 我选择的是4号 这里所有套餐是不带米饭的 所以如果要加米饭 需要加150日比 大碗是免费的 真的贵啊 饮料有各种口味的酸奶和软饮料 还有啤酒 有单点的价格 还有套餐价 还有很多种饭团 价格在150日比到290日比不等 比超市里面的贵 光喝汤搬来点米饭是吃不饱的 所以点了金牙米饭团和红鲑鱼饭团 店门口还有单卖的饭团 不知道长什么样子的可以先看看 还有各种饮料 这家店真会做生意啊 一上来我觉得这个土锅好小 里面基本全是蔬菜 原本以为价格小贵 量会挺多 想不到没有多少 就看看味道怎么样了 按照惯例 先蔬菜色拉 蔬菜色拉就是很单调的 生菜加上小番茄 味道就是酸甜味 蔬菜吃起来还算新鲜 也就一小碗 来尝一下这个咖喱汤 辣味挺重的 咖喱味道不是很明显 有一种咖喱粉的味道 不过挺咸的 有点像咖喱粉丝汤 里面还有很多种蔬菜 西兰花 彩椒 秋葵 南瓜 看着种类挺多 实际上每种只有一个 口感其实差不多 泡在咖喱汤里面已经泡软了 表面味道就是咖喱味道 还有点蔬菜的本味而已 没有给我一个哇 好好吃的感觉 一开始以为这个是印度囊 想不到这个是油豆腐 泡在咖喱汤里面的部分 口感软啪啪的 味道就是咖喱汤的味道 其他部分就是没有味道 这个饭团倒挺好吃的 味道是有一点咸味 加上一点芝麻的香味 米饭一粒一粒的很饱满 不硬 口感松软有弹性 泡着咖喱汤来上一口 就是咖喱粉丝汤里面放的米饭 主要这个饭团挺好吃的 和咖喱挺配的 来 接下来吃一下这个鲑鱼饭团 饭团和口感和刚刚的一样 就是加了一点鲑鱼肉 比较咸 不过鲑鱼肉还挺多的 毕竟210日币一个呢 这个鸡腿还是挺大的 上手直接啃还是很过瘾的 表面一层咖喱的味道 但是里面没有 口感还是很嫩的 不过鸡腿很难做的难吃吧 全部吃完 总结一下 没有吃饱 东西比较少 性价比还不高 味道一般般没有什么突出的 1160日比吃了一碗 加了蔬菜和鸡腿的咖喱粉丝汤而已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一个关注留言 收藏加分享 下期再见 拜拜